我們這場會講這個首先第一個重要就是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也是這個OCF開放化基金會這邊關心的其中的項目之一 開放資料因為很多政府部會都有在做 所以他會舉用這個鐵道的相關資料的例子 來講說現在開放資料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講者就是Cost Club總召之一的燕子 然後我們就給他掌聲歡迎一下 都可以嗎? 好那大家好我是Cost Club的燕子 好那今天的話跟大家所介紹的是我自己 最近在整理跟稍微看了一下就是關於鐵道文化名 我自己本身是 我跟你講我當時在想標題的時候在思索要怎麼去下這個標 因為當成下鐵道名我覺得又沒有那麼精準 因為我其實自己是一個同時又去追逐那些鐵道背後的一些文資 或是背後的一些歷史文化相關一些背景相關的東西 所以在下標題的時候稍微的做了一下定義 那為什麼叫開放資料屬星星呢? 其實大家如果有等一下後面就會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在開放資料其實上常常我們會去做 有分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的各種不同的開放資料 那等一下就稍微整理一下 我作為一個鐵道名我所看到這些五星 這個不同的星本之間可能有一些可能去應用的一些可能性 那為什麼要開放資料呢? 那我自己本身呢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以外呢 其實也是因為過去其實常常在就是 open source 的一些相關社群再去做一些 做一些討論啊或做一些就是像自貢的一些參與 因為如同像目前是在CostCup今年是當實習總召 那其實我大概是2013年的時候開始就是加入CostCup 開始去做一些設計相關的一些志工 那剛剛前一場在樓上的那個樓上的Track 其實就跟大家在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其實試著CostCup 我們現在試著在把我們過去累積到現在 非常多的各種不同的一些設計的資源 可以怎麼去open出來 用超用CC的方式給試出來 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讓大家有一些更進一步的一些應用 那我自己本身一路讀書讀到我碩班的時候 那讀到我碩班的時候啊其實那時候開始 也就是太陽花後之後其實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常常各種文孔或者是就是文化各種文資相關的事件 就是遍地不斷的在發生 大家也應該有聽過就是 哪邊如果要被列測為古蹟 哪邊被列測為什麼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古蹟就會自然嘛 對那其實呢 欸對沒錯 然後甚至大家知道其實如果大家有趣的話 有一個就是在做 他整理的全台灣各種不同被燒起來的 這樣一個資料的一個專案叫古蹟燒 那個古蹟燒這個專案還蠻有趣的 他把全台灣各地燒的東西然後各地燒過的古蹟 整理成資料集之後做釋出之後 他們還做了一款類似遊戲的東西 那他們現在還蠻有趣 他們現在其實還不斷的把 當時到處去調查過 可能會有被可以被燒的東西 那因為這群 就是整理資料的人他們其實是 我記得是那個 北一大雕塑系的朋友們 那他們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們把這些整理到的資料可能 古蹟上面可能有一些 比方說 那個上面的那個烏魚啊 或一些瓦片啊很漂亮 他們把他這些東西 拿去做鑄銅 然後最後變成就是做雞蛋糕的那個銅模 所以大家知道其實他們那個團隊很有趣 他們其實前面跟開放資料有一些關係 同時呢其實也看到了一點就是 全台灣各地真的也有 各種不同的古蹟到說 或這些文化相關的一些景點 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當時其實也有讀到一篇 就是OCF的文章 他其實有講到一點就是 如果大家要做文資提報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短暫的資料收集的大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理論上我們常常在文資現場的時候呢 文資現場我們常常要不斷的跟誰 跟文化局 或是跟各個不同的 真的想要開發他的人去做PK 那我自己參與過的文資運動是什麼 是台北機場的文石守護聯盟 當時我們就是整理了非常多 來自台北機場的各種不同的資料 那這邊是在那一篇文章裡面所提到的 假設你今天要去做一個老屋的 老屋的一個倡議的時候 你可能要整理這包含你白孔時機的一些資料 他在國家檔案局 或說有一些公文 含照圖 老照片 日日新聞報 或政治性康務 還有台灣明報 這些他其實這些資料呢 其實都散落在政府各處 那他今天如果他沒有開放的話 你可能還要真的要去現場 去跟他做調閱 像有一些老照片呢 剛才這上面已經是 就是這些平台可能裡面有一些地方 他有去做資料公開的一些地方 可是其實有時候很有趣喔 有一些像越南中心的 你在這邊可能看到的是他的第一頁 麻煩你要看後面幾個 請到國家檔案局的總部去看 我記憶中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常常我們在做文資現場的時候 為什麼說他是一個短暫的資料收集大賽呢 因為常常開發挖土機 可能都已經到那邊了 如果你要去申請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一個暫定古機 什麼叫暫定古機呢 一旦你申請暫定古機通過了 所有一切的動作 他就會等同 就算哪怕他後續不是被指定為古機 他可能只是單純的歷史建築 那總之 可能大家可能不了解這個古機的生涯 簡單來說在這一整串的官譜裡面 雖然都叫古機或說一些文資 可是其實這一整串裡面 只有古機以上的 是真的是完全不能動 你可以讓他維持在那裡 在文資法的規定是這樣 那假設呢 你等於是你在做一些我們文資的倡議 在現場賽跑的時候 你等於是 假設知道可能刮土機要去挖了 那我們這時候可能就要想辦法 找到各種不同的新市證 而且這找到新市證的狀態 可能真的就是挖土機已經開進去了 你要想辦法找到新市證 然後請文化局馬上去認同這個新市證 然後去貼一張暫定古機的公文 在那個古機上面 這時候呢 挖土機就被迫必須停下來 然後大家應該也聽過 有時候常常聽到為什麼有那種像 在我們的楊梅 楊梅的那個金兆堂 他之前常常說 拆到一半了 在被貼關暫定古機 因為拆到一半的時候 文化局的審議通過了說 喔好 你是暫定古機的 麻煩就是停下來 所以挖土機就停到一半在那裡 那當然你知道這一個狀態呢 變成是 如果你怎麼樣去有效的 在這一些相關的資料之中 而不是你還要 你找到了這個資料 你找到說 喔好不容易看到 有一個東西可能有 我想要的線索的時候 變成說你要 還要跑去可能新莊的 當管局的現場 去把紙本調約出來這件事情 那 蛤 喔好 好 那我要怎麼做 好 好 OK 那 當你要做 剛才講的就是 你問你要做倡議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些 充足的糧草以及彈藥 那 這個是我實際上在過去 有一次在做台北機場 有人去過台北機場嗎 不是松山機場喔 是台北機場喔 好 看到大概是兩層 欸兩層到三層之間 那大家知道 欸那我實在 OCF的我爸知道台北機場在哪裡嗎 他其實在我們辦公室的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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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鞋鞋鞋鞋鞋鞋 會有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台北機場呢 大概給大家一個背景 就是台北機場其實是 過去台灣北部在修火車最大的機場 甚至是全台灣最大的機場 那他是1935年的時候 欸35嗎 等一下 總之他是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留下來的一個 日本修火車的一個地方 那修火車的地方呢 裡面就有各種不同的工廠啊 這些東西他的東西都放在就是 台北機場裡面 那當時呢 因為本來台鐵他期待 去還他巨額的債務 他必須把這樣的一個 把這樣的一個這麼大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地帶啊 其實就是基本上算是 他在松煙旁邊 跟金華城的中間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在做 你可以說就是接下來 如果他要做一個市區的開發 信義區要在擴大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重要 可以去擴大的一個區域 那當時就是有說要把它 開發成一整個商業區 甚至有點類似就是 文創園區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當時我們要去搜集資料的時候 我們必須搜集 比方說台鐵各種不同的反應 所以我們去搜集了巨量的 來自各個不同的一些 新聞媒體的資料 當然我們也去調閱了 就是像市議會裡面 全部各種不同公聽會的影片 那這些公聽會的影片呢 同時我們也去找了 就是比方說北市府 各種不同的回應稿 他們有公開出來的一種回應稿 然後也看了一些就是我們 官方可能有了各種不同的文件 那其實我們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剛剛講說要快速的時候 這些資料常常載下來呢 像如果是有一些團體的一些 剛才講到的一些那種 相關的影片文件 基本上你很難去搜尋說 你要搜尋到你可能要去 跟政府反駁相關的一些字句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起了 自己本身就發起了 我們聯盟內部的事情 我們把這堆影片 大家在聯盟內部 大家去做每個人 聽十分鐘的主制稿 把它打出來 然後以日於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相關資料的搜尋 跟不同的一些 找到說我們要找到哪些關鍵字 我要去跟這些政府機關 去做一些對抗 那這邊右下角有我 大家有看到我在哪裡嗎 好 可能更難 好 在最左手邊那個 拿著開放場區導覽這件事情 就是我 對那時候一直我們提倡各種不同 希望這個場區最好是圍牆 可以某種程度的打掉跟開放 讓大家可以走進去 可以自由自在走進去 那因為當時我曾經在這邊 當了一整個月的導覽員 那裡面去做各種不同的導覽過程中 其實當你很自由地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有非常多 很多的寶物 那其實剛才有講到一點就是 這麼多資料怎麼可以被整理 跟搜尋跟查詢 其實整個資料是不是開放 它的整個的結構化有沒有 好好去做好 就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自己會這麼覺得 為什麼我會在乎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 它是讓我做文資抗證的時候 有所本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其實這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你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每個人討論各種議題的時候 才是平等的 為什麼是平等的呢 因為今天常常都是政府機關 或那些委員握有了最多 各種不同的相關的資料 當時我們常常會出現一個情形就是 台鐵它可能發包了各種不同的案子出去 它裡面有各種不同的很細部的 關於這件它可能要怎麼開發 甚至它已經做了很細部的量測 相關一些相關的資料 可是這些討論這些東西 都不是一個可以機讀的 你沒辦法馬上去找到這東西在哪裡 甚至它有沒有公開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去要了很久 然後剛剛看到的那個是一個 我自己用head folder去整理的一個 它來自散落在各處的網站 可能深處的一個PDF 或是它可能 它也有可能的一個狀態是 我們去寫信跟它去要來的 然後才把它整理在這個head folder裡面的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變成是我們每個人在討論各種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你必須都可以同時掌握這些資料才可以平等 而不是說變成是 對不起我已經插一下汗 就不會變成是說 我在討論這樣一個相關資料的時候 我沒有握有這些資料 可是政府端握有這些資料 它有更多的話語權可以去跟我做PK 因為它知道說其實你可能要做一些公榜這樣的時候 它可以丟出什麼球 然後你沒辦法去跟它做一些對抗 那這時候如果大家兩邊都會掌握有同樣的一些資料的一些 資料的資訊 我們在資訊對等之下 我們比較好去跟這些政府機關去做一些文化議題的一些倡議 好 那其實另外有一萬一之情就是 其實我覺得開放資料 其實它同時也很重要一點就是 它可能也是大家在 如果有興趣往去了解各種不同政治議題 或各種不同的議題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它不僅僅就是跟我們本身資訊有關 像我剛才提到的 文化跟鐵道這件事情是很軟的東西 某種程度一個很硬一個很軟 可是這兩個議題其實跟本來跟資訊這東西 可能也是離很遠的 可是它其實在不同的 大家可能不同的職業領域裡 應該都會有一些你需要它去開放的一些東西 那什麼是開放資料呢 也快速跟大家定義一下 以我們的台灣的書發部的定義 其實有跟大家講 你必須是以這四種不同的涉權 給它去公開的才是 就是ODGL、CC0 還有一個CCBY 還有CBYSA 還有我們的OFL 這四種授權去公開的東西啊 你才可以叫它開放 才是 就是以書發部的定義 就是你必須以這樣的方式去釋出的 才是開放資料 那當然就是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常的公告之中 其實就開放資料其實也有涉及到非常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法源 那因為這些法非常非常的多 那相互之間可能也有一些衝突的地方 那像我們過去啊 常常去要求政府 你為什麼這個資料 要求一些博物館或要求一些文化機關 你這些資料為什麼不能開放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有規規法的限制 我們如果把這個資料開放出來的話 我們博物館的收入會受到影響 我們的主計就會跟我們說 我們到時候博物館如果有虧錢的話 要開放這個資料的人要去負責這件事情 總之這個是一個標準的 常常我們聽到一些博物館或一些文化機構 他常常跟你說他不能開放 他們常會拿出來的跟我們去講的這個情形 就是說這些主計人員就會說 你到時候博物館虧錢了怎麼辦 你這個開放出這筆重要資料的人要負責嗎 那其實看到其實博物館常常呢 他們就這些資料的開放 如果你就這些資料授權 他們其實通常都會收一個少少的一點錢 說真的某種程度上來說 這些資料搞不好真的也不能變成 他非常核心的一些收入 如果大家可以去看他們的整個經費結構 甚至他們可能主要的做的事情 可能是博物館自己本身 他的那個來自本預算相關的錢 而不會是這一些業外收入的部分 那所以變成說這些法制研有些打架 所以比如說在OCEF過去一年 其實也有做一些相關法制化的一些議題的研究 那當然這些打架的情形 我們期待的是透過法制化某種程度 可以讓他去這一個部分的打架可以去做解決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各種不同資料 從一星到五星他的一些開放資料的差異 那其實如果現場有就是蠻多應該是 像現場如果是沒有資訊背景的人 可以幫我舉一下手嗎 好 那其實就是如果大家好好認識這五顆星 其實你們就已經比很多政府官員厲害了 因為常常他完全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想要做怎樣的一個開放 好那如果是一星的這樣的一個 一星的資料啊 所以一星的資料 就只是單純的把資料以開放授權 以... 一星的資料就是單純的把資料以開放授權方式 給公開出來 好像剛剛打錯了對不起 就是一星的單純把資料開放出來 這件事情才是就是所謂的開放資料 簡單來說 比如說像比方說這個有個馬族文化飲食禁 這一個... 馬族文化飲食禁的這一個文件 他開放出來的時候 他是其實採用一個PDF 沒辦法積讀的方式 你可能打開之後 你可能自己還得想辦法去存取它 但你至少看得到了 那其實台灣蠻多資料都卡在這個狀態 你看到很多政府機關都是丟出一個PDF 跟你說我開放資料了 這件事情 好那接著呢 其實二星的時候 就是你剛開放出來這些東西啊 你可以用被激毒的方式 你可以用被激毒的方式來使用 什麼叫激毒呢 如果呢 以那個我們的 如果以 剛才講到 因為我是鐵道 好有點複雜 再加上我可能是對交通也很有興趣 對 就是我有去查 像我們的像這個道路交通事故 一個調查報告 他這樣的一個 他用Excel去提供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文件 那我就可以去看說 或許在這樣一個交通議題中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些數據中分析出一些什麼 那他給你的Excel檔了 所謂的激毒 就是你可以用這樣子一格一格的 去看到每一格東西是什麼 你換個角度來說就是 你應該可以某種程度去做很精粹的全文搜尋 所以說你可以去做怎樣呢 排列去做一些分析的時候 這樣的資料可能就是某種程度 就是激毒的一些資料 那接著呢 就是這樣資料 如果他用開放的格式 開放的格式去做公開的時候呢 什麼是開放的格式 比方說像CSV檔 那以這個部分呢 像文資局 你知道大家知道 全台灣各地的文化局 到處有各種不同的列管 比方說有屬於 國定古蹟 有市定古蹟 有限定古蹟 各種不同的古蹟 他們這些資料呢 通常呢 在我們的 在文化機關這邊呢 通常都是統一 由我們的文化部所屬的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去吐資料給縣市政府 去把它去做資料 某種去做一些資料的統一 當然有沒有每個縣市政府 都這麼做不一定 可是文化部提供的架構 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架構 那等於是 當現在文化文資局呢 他用這樣一個CSV檔案 吐給了各個縣市政府 他可以去自己去重新 形塑成 形塑成他們自己 縣市政府裡面的 一些文化資產的一個網站 因為我過去在 當文化替代役 我常常就在維護這一份 我們縣市政府 要回報給 中央部會的這一份 CSV檔的一些資料跟格式 對 所以CSV檔呢 好處在於說 你可以用eSale開 你也可以把它匯入 你的各種不同的 像我們的 OpenOffice 或說LibreOffice 或甚至是你把它傳到 我們所謂的 Google Drive上面的 SHIT 也可以去做開啟 等於用更開放的格式 而不是用了 我們有一個特定商業廠商 像剛才那個案例 用了什麼 用了eSale 這個廠商的一個格式 那接著呢 我覺得其實 在三星的狀態啊 其實你有時候 就可以做出一些 蠻有趣的一些應用了 那比方說 像剛才講到的 因為它這個東西 是可以基督的 你就可以很好的 去串一些相關的資料 像有一個著名的APP 叫歷史地圖上部的這個APP 它就是串的 剛剛文字局的這個資料 然後再撈一些 他們自己本身 我記得應該是台北市 台北市檔案局吧 它裡面 檔案 不是檔案局 台北市文化局底下一個單位 它本身所掌握的一些老照片 兩件事情 Mapping 起來 就可以做出 像這樣子的一個 帶你進入百年老照片現場的 這樣的一個APP 它可以靠著CSV檔裡面的 一些內容去做一些串聯 那當然就是 世新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有一個固定的連結 連結到這個網址 那這個時候有什麼好處的 舉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 平常大家假日回 如果不是假日回家 三大節慶回家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的 就是我們的國道塞車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國道塞車 你搜尋 在APP裡面搜尋國道塞車 有各種不同的國道塞車的APP 那因為這些東西 它靠著RDF這樣的一個技術 等於它有個固定的網址 因為剛剛講到了這些服務 它可能網址會做替換 所以你可能要去做一些 比較特定性質的一些開發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你要常常去做一些網址的替換 這件事情可能就會非常麻煩 那在這一個固定 有這樣 像我們的交通部有提供一個 運輸資料流通服務的平台裡面 就有各種不同的這些資料 像這些資料呢 它可以讓你去接回去之後 長出各種不同的應用 像如果 剛才講國道的開發 國道不同的APP 如果大家知道 國道各種不同的APP 可是它其實創回去 都是交通部的資料 那當然可能各家業者 可能有稍微去做一些優化 那像常常看到的 像我們畫面中 有看到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像我們的公車的東西 大家有用過台北等公車嗎 或者說有用過Bus加嗎 對 我自己本身是Bus加派的 因為Bus加它其實還有做一些 進一步的一些優化 而且我記得它是 Seekon社群出來的 夥伴的一個APP 對 那 其實呢 這一些各種不同的相關的資料 因為它有一個固定 可以連結到這個網站格式 它就可以做非常多有趣的應用 比方說像Bus加有一個有趣的應用 我最常用它的是 它可以 不斷的去更新某一個站點 它的 那個站點全部的相關的公車資料 然後把它釘在我的iPhone的Wiki裡面 我就可以滑開 我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如果要回家 我要搭公車的時候 那個相關的時間會有多久 這種呢 你感覺它不斷的去連結 某個固定的地方 去呈現相關內容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世新的相關的資料 那像剛才就有講的 就是世新 剛才右邊我講的那個應用 就是它可以不斷的去串接某一個資料 然後可以讓它去有突出 穩定的去做一些資料的更新 這樣通常就是世新相關的一些應用 那五星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也是我們常常在做文史資料的時候 為什麼常常會很需要去做一個盤點跟整理 跟我覺得如果最好 這是由政府機關有去提供這樣一個好的 一個五星資料的原因 因為今天常常 尤其像文化相關的用語 關於一個台南市 大家如果有看到 一個台南市你可能會叫府城 又會叫各種不同的名字 那今天如果你有像 如果像在wikipedia裡面 它其實是靠著wikipedia在筆後 去做這樣一個串接 所以當大家看到這些詞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些資料本身 它其實是在指同一件事情 所以當政府機關有去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一些 開放資料的串連的時候 大家相對的是會更容易的 就是當你出現一些 尤其在文化資料裡面常常出現的這種 統一詞的一些問題 就可以某種程度去做解決 那不過因為五星資料呢 其實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 政府機關不一定會想做的原因 因為它牽一髮動全身 這重點是好處也是壞處 因為你改一個地方 當你改網站的某一個地方 假設台南這個詞 假設某一天台南突然間要改名叫 假設它突然規定全台灣都不能用這個大寫台了 只能用另外一個簡體台的時候 另外一個台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整體性的一口氣的操作 可是這意味著呢 它事先要去做了非常多前置的資料準備 就會非常的翻炸 所以以至於不是每個政府機關都很願意呢 把它的資料往下開發 開發成這樣一個成績 這樣一個成的一個程度 那當然就是其實我覺得就我自己在跟一些文化機關 或跟一些在做這樣一個鐵道的抗爭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 追逐這些繁星啊 我覺得是一種理想 它一定你要往上走才是一個進步的發展 可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在這些資料怎麼樣去做一個好的串接 跟怎樣去展成你自己一個小宇宙 才是一個我覺得非常 能夠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應用的地方 就像我們實際上最開始跟大家所舉例的 過去在做台北機場的抗爭的時候 我們雖然連的資料 有一些是異性 有些是惡性 有些可能根本就不是開放資料 可是因為我們有把這些資料給把它串連起來 然後真的有意義的去解讀這些東西啊 那其實才有辦法去讓你自己去做一些應用 做一些有意義的解讀 甚至是最後長出各種可能有可能的 像我是拿來做一個文化的抗爭運動 那當然也有各種不同 像剛才提到的跟你生活相關的一些 可能鐵道的應用 或是一些生活相關的一些應用 那台灣哪些地方可以找到這些開放資料呢 像有政府資料的 各有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同時也有部會等級的 大家要搜尋的話 你就直接查你要什麼什麼部開放資料 那像文化部自己也有他自己的開放平台 那當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等級的 大家都可以試著就是來去做做看 那當然就是有提 剛才也有講到 如果你能夠好好去運用這些開放 可以找出各種不同的一些 像視覺化的預算表 或求之小扳手 那其實呢 最後就跟大家提醒 就是其實開放資料 讓我們就是不論你討論什麼議題 都可以有機會跟政府很平等的對話 這是一個我自己覺得 我很喜歡開放資料的原因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 給我兩支影片也是可以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時間嗎 剩一分鐘 然後我們來看 電話區電 ES GO 剛才最後面呢 其實我覺得是 也讓大家知道 假設 本來有想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把資料好好的開放出來 而且你用開放授權的方式 給開放出來的時候 可以長出一些怎樣的一些變化 那大家有聽過SECON嗎 有 有 那因為SECON當年呢 我們有一年 2015年我們很瘋狂 第一次在中原院搞直播 然後我們那時候 弄了一個開場的動畫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支 這樣的一個開場動畫的影片 好 順便做SECON的廣告齁 希望SECON跟我們收一下廣告費 對 欸不是SECON跟我們收廣告費 然後呢就是 當時呢 因為有這樣的一支影片 裡面的音樂呢 跟影片呢 裡面的動畫啊 還有音樂 都是我們SECON自己做的 所以 我們當時把這東西 用SECON去做一個開放的釋出 當然那時候 RSA幫我們領了條款 如何跟那個 如何跟我們的設計師 還有我們當時的 因為我們當時的 寫音樂的人 是我當時的室友 然後把這東西 給做一個釋放出來 那釋放出來之後 有什麼效果呢 比方說 就有人拿去做的音樂遊戲的 音樂遊戲裡面的體面 那其實 還有很多各種不同的音樂 因為 在過去這個音樂 甚至這個裡面的一些 動畫的一些元素啊 都已經被重新拆解 過了每一年 後來後續 如果大家覺得 旋遠熟悉 是因為 後續很多年 SECON的音樂 不是TOSCON TOSCO的音樂裡面呢 也有去融合了這些 對於這些當時的一些元素 所以 其實要跟大家講的是 把東西給方開放出來 其實 它可以長出各種不同的應用 像這個就是一支影片 我覺得後續長出了很多不同的效益 真的很感謝 當時我們想到 要用CD代碼的東西 謝謝大家 就是 像我的地方 縣市政府 它開放的東西 其實 就是我字帳化 然後跟隔壁的台中相比 開放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幾乎是 幾乎沒有 那如果以個人的立場 我要 用什麼方式 去跟政府要求 說他們可以開放 哪些項目 這樣子 或是開放更多的資料 可以去給大家存取 那就這一題 依照我們過去 早期台北市政府也很不開放 我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都是你拿了 人民納稅寫的一些公共產 去做的這樣一個資料 你本來就理當開放 因為它等於是 拿了全民的資產去做的東西 你有什麼理由不開放 基本上 你如果去其實 最暴力最有效的 我自己覺得 最暴力最有效 我常常要的到資料 我們過去的實施方式 就是寫部長信箱 或是寫他們 縣市政府的市長信箱 因為市長信箱 它都有規定 幾天之內 你一定要回覆 可是 當然這就會是一個 最有可能會造成 你跟他的關係會決裂的 所以 有一個方法 你想要的是什麼的資料 你可以先稍微想一下 你的這個主管機關是誰 然後 這個主管機關 我講我自己的一個小paper 假設是 因為我最擅長去挖的資料 是文化類的 文化類的資料 通常都是委託給一些學校機構 這些學校機構 這些教授 又會常常的把他的東西 又發成paper 這時候 我就會常常 從他的paper 去找到他原始的資料 因為他原始的paper裡面 他為了去發paper 他可能拿來生等或幹嘛之後 他又被迫要把他資料給公開 然後甚至 這是一個我自己 如果針對於 假設是文化資料 因為彰化的狀態 我曾經找過一些彰化資料 是靠這個方式 這個途徑去找到了 那當然這時候 我有時候就會 當你如果找到的是 就是假設你有這些教授 或是他所 你知道他可能所 發包的人是誰的時候 你也可以拿這個 可能你找到這些殘破的 或是一半的一些資料 你去跟這些文化局說 想問一下 你們是不是有這個 相關資料的完整版本 是不是可以麻煩你們提供 或說他是不是應該要開放出來 這時候 因為你查這個東西 你就會找到標案的負責人 這時候 就不會那麼的暴力 是直接走市長信箱 或是局長信箱的模式 因為你至少知道 你的窗口 跟你要PK的對象是誰 我們實際上 那時候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這時候你就會找到這個窗口 那當然 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這個窗口 你跟他往來的過程中 是一個沒辦法要到東西的 這時候再動用剛剛講的那個魔法卡 尋找 尋找市長信箱或部長信箱 那因為過去四年 我也是在文化部相關的計畫中 去幫忙回這個市長信箱的 部長信箱的 那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確實很多人會用這個招數 來跟我們說什麼東西應該要怎樣 那這時候他真的被迫有一個很嚴格的時效性 對 所以呢 對於一般民眾 我們不會寫公文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可能可以做的方式 當然會寫公文的時候 我記得前面有一個 用寫公文要到開放資料的夥伴 對 而且還被迫真的上到平台了 這當然會寫公文 當然有你的會寫公文的一個方法 對 這有解答到你的疑慮嗎 有 OK 是 我想通通服從就是開放 比較可能是 剛剛講到暴力的方法 另外一個是用 你看你要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或是提訴願 或是直接把機關告上法院 也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之前和之後都會 先去聯繫那個承辦人說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你要不要考慮放注啦 對 因為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 他就要寫寫不完的報告 然後 對 那 或者說我們通常送過去之後 他就說 你要什麼資料 就是自己自己選 然後 那你把那個撤掉好不好 就是 會打開一些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有點像是 我們在做這個文化運動的梯度啦 就是 如果這個承辦非常好配合 你當然是用講的就是就好了 那如果不行的話 就可能要用一些比較暴力的手段 這樣 那之後他可能就會比較願意 就是 跟你合作 我覺得 這個都是 其實從 可能從十年前到現在 對不對 從 開放資料到 政府機關 沒有聽過 到現在他們會 比較認真的考慮 可能都是 大家在運動裡面衝撞出來的 所以大家在選擇的時候 可以 根據這個機關的特性 去選擇你 適合的 就是方法 嗯 就是 其實有一些內容啊 有一些資料 比方說 他可能是被要到爛的 他可能已經被要了很多次了 所以 我們那時候 有另外一個招數 是 那是我們串連起來的 台北市各個文史團體 大家就是集結起來 跟你說 我們現在有五六個不同的文史團體 都很想要這個資料喔 那你要不要給 如果你不給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這五六個團體 要一起寫市長信箱喔 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 我覺得 有趣的一個 你可以要到資料的一個方式 就是 你也可以先想說 你這個東西 它其實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你可以把它去 把它給傳遞出來的時候 它就被迫依循著你的重要性 去 去做這個脈絡 就做這個脈絡的公開 不然他就要不斷的去回答 同樣的問題 他會很痛苦 因為這種回答問題的時候 通常雖然是簽同樣的公文 可是有些長官 他會覺得 簽同樣的公文 是不行的 你必須抽換紙面 去講這件事情 對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1點半才可以再回來繼續聽 好 謝謝大家